其實講到韓國瑜 我跟他因為有相處過 我跟他做立委 我從來沒有跟他去喝過任何一次酒 我現在要這樣講 另外一個就是說 所以你又覺得當時韓國瑜很不夠意思 都沒找你去喝酒 我不會這樣想 因為他也曉得我當時不喝酒 不過我覺得不是從這個角度去講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這樣講好了 韓國瑜他自己不會不知道 大家現在要攻擊他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跟他在聊天的時候 他也跟我講 接下來是不是說我得了肺癌 因為我身體這麼瘦 還是我身體有什麼毛病 或者什麼絕症 抽菸得肺癌 他已經都已經知道了這些事情 知道這些事情 我只是覺得說 其實這麼樣情緒化的攻擊 對韓國瑜來講 是不會有傷害的 韓國瑜這種回答 我覺得很有意思 有一條歌叫《龍柱回濤》 分一支一支的點酒一杯一杯的打 對不對 還有中間 我覺得還有一段很有意思 在坎坷路騎我龍宮的獨特 在坎坷路騎我龍宮的獨特 我的人生只能夠塞 我的人生跟狗屎一樣 那就韓國瑜過去17年的經歷 是不是像狗屎 但這個台語歌 我覺得講得非常非常好 這條歌我覺得形容出來的就是 我們台灣人其實看每一個人的人生的一個過程 人生都有高高低低 人生中自己都會有一些放縱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講這段話的時候 就讓我想到這條歌 這是台灣現在很流行的一條歌 講的就是人生的過程 大家現在看韓國瑜的不是看他的過去 許多的政治人物在選舉的時候 最怕就是人家過去掀他過去的底 然後再去做影射 再去做傷害 可是我跟各位講 現在這招已經沒有用了 為什麼 每一個人現在看的是 你現在在做什麼事 你現在做什麼榜樣 你有沒有努力 你的未來要給大家一個什麼樣的承諾 你做政治人物 你要做什麼樣的示範 風範 我覺得大家都在看 韓國瑜大家看到 我看到韓國瑜我覺得很可憐 幹嘛被這麼重的包袱 我講這話幹嘛被這麼重的包袱 你現在你要出來參選總統 這其實就只有一點 民意 是民意要你韓國瑜出來選 你韓國瑜就出來選 民意不要你出來選 你就不要出來選 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跟國瑜就是這樣說的 我說什麼都不用回答 你只要告訴大家 民意要我選我就選總統 民意不要我選我就不選 不要像賴清德跟蔡英文那樣子搞 我就太丟人了 也不要像柯文哲這樣扭扭捏捏 想要得占什麼便宜 我覺得就是民意為決定 韓國瑜今天 大家想要去打他很多原因 或許你跟他是有仇恨 你有對他不滿 但是你要曉得 大家的民意怎麼看政治人物 自己大家都有一把尺 當你攻擊過頭的時候 韓國瑜只會得利 不會失分 因為台灣的人是很厚道的 台灣的人會原諒你過去 反省過去所做錯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要看到的是 你反省之後有沒有做正面的事情 這台灣人絕對給大家所有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樣的攻擊 其實可以阻止 我更覺得說 現在出來參選總統的人 給台灣人民應該看到是一個 民主君子的風度 我請各位選民大家仔細去看 不要講他的能力如何 我覺得大家要去看 他將來要做總統的人 做總統的人 他有沒有這種君子民主的風度 才能帶你這個國家走向真正的民主 所以我看這些事情 我另外要講一個楊秋新 我跟楊秋新以前做審議員就認識 楊秋新這個人不是壞人 楊秋新這個人也很努力 他也很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楊秋新跟韓國瑜中間的誤會 不一定只是韓國瑜跟他個人的誤會 我覺得是團隊之間會有一些誤會 但是如果楊秋新今天這樣出來攻擊 然後又受到韓粉的攻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反應 但是我覺得現在停下來 慢慢就比較好了 參政員的那個事情 我也覺得慢慢變得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韓國瑜經歷過這些的攻擊 實際上是有幫助的 就是說把很多 可能在大選會碰到的問題 在現在大家都提出來 然後看人民的反應如何 那民意如果還是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就出來 如果民意不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戰勝的時候就被打敗了 我覺得他就不出來也是很正常 我們就是在人生裡面 人生勝利組可能在 是我們整個人類 包括台灣在內 是極為少數的人 才是人生的勝利組 像馬英九就是人生勝利組 他以前也是偷偷抽菸又會逃家 也沒有很勝利 很乖 但是他是人生勝利組 從出國留學 考上好的高中 讀好的大學 到美國去讀書 回台灣以後就 在很重要的職務裡面 去擔任角色 然後當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然後再來就選台北市的市長 也當過政務委員 等等也當過法務部長 他是人生的勝利組 蔡英文也是人生的勝利組 但是這些人生的勝利組 是極極極為少數 國民黨在周夕偉 縣長在被五人小組 徵選的時候 他說國民黨的勝選 他的評估是五成 我覺得習偉兄太客氣了 我的估計根本不到五成 我的估計不到五成 不管是韓國瑜不到五成 郭台銘更不用說 絕對不到五成 朱立倫跟王金平也都更少了 換言之也就是說 在2020年的選舉 國民黨並不是穩贏的 既然不是穩贏的情況下 這個選戰是非常難打的 既然是很難打的選戰 我們看看在九合一的選舉中 藍營是在台北市最大的大北營 在台北 你不要講其他的縣市了 台北市藍營的最大的大北營 而當時在台北市的市長的選舉 就是操作的就是藍綠之間的對抗 因為當時他們的估算是 我只要把連勝我的票抓住 就是四成五 然後民進黨萎縮到15%到20 柯文哲就穩敗了 他們當時是認為 所以我操作藍綠 因此他們是台灣的22個縣市中 唯一一個不打無色覺醒 不打這個不分藍綠 追求中間選民的一個城市 而到最後的結果 柯文哲顯勝 那敗選得非常的生氣 認為說這個在選舉的過程中 怎麼有一面開票 一面投票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但是法官是認為說 你很難確定說一面開票 一面投票到底是圖利於這個 你還是圖利於對手 你這個很難去認證 沒有辦法證明 科學上也沒辦法證明 好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其實他給我們一個很重的啟示 就是2020年 如果你操作藍綠的對抗 你打藍綠對決 絕對國民黨不會贏 為什麼 因為藍綠的政黨 都已經萎縮到這麼低了 這就是為什麼柯文哲 能夠一直有這麼大的支持度 是因為他擁抱的 就是中間的選民 擁抱的是年輕的選民 所以柯文哲的支持度 都這麼的高 而今天國民黨藍綠的內鬥 如此的激烈 如此的慘烈 而且還不一定會贏 而且贏的機率是 其實是低於四成的 很緊張的 然後又要去操作藍綠的對決 然後在操作的過程中 又要對於藍綠內部的候選人 這樣的無止境的廝殺 我覺得這個無止境的廝殺 對於你把韓國瑜打下來了 也不會讓你郭台銘就上來 你打下韓國瑜 郭台銘不會因為這樣 順勢就上來 而你也會智商 也就是說人家會看不下去的 所以我這邊會給韓國瑜 跟他的支持者一個良心的 而且很深的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是什麼 不管任何人 不管你是黨內的人 或是黨外的人 對你有任何的攻擊 抹黑 侮辱 批評 不管他用盡各種手段來去打你 你只有一個態度 這個態度就是蔣經國 我以前的老校長 創校人 蔣經國教導過我們一句話 就是你對於黨內的同志 對於你的無情的攻擊 你只能夠打落牙齒 霍血吞 這是你唯一能夠選擇的 對於黨外的 你就要跟他爭鋒相對 跟他力爭到底 但是在黨內 你受到這樣的無情的侮辱 攻擊 批判的時候 麻煩你打落牙齒 霍血吞 這是你唯一能夠用的戰略 所以對黨內跟對黨外 要用不同的方法 這一點麻煩你 韓國瑜也好 韓國瑜的支持者 採用靖國先生的 這樣的一個很重大的教訓